什么才是宣教室的呼召呢? 我们在这里问一下德瑞克和伊丽莎伯 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呼召吗? 这两位都是在做长期的宣教士 请你们上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请你们来分享一下 首先我自己本身对宣教很有兴趣 而且我自己成为基督徒也是因为别人宣教 其实我从小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 但是你知道后基督教时代 所以并没有真的神秘 然后有一天有人敲门 我才发现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 他就来到我的寝室 然后跟我分享了福音 因此如果不是他来到我寝室 和我分享福音的话 我是不会成为基督徒的 所以我特别看到了宣教的重要性 如何拆遣人去传福音 所以我觉得传福音非常的必要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宣教士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河场 需要拆派更多的人去传福音 因为人们非常需要福音 我现在是比较开放的 可以去到任何地方宣教 如果你几年前问我要不要去非洲 我会说不可能 但是我现在有些改变 我会更加的开放 上帝如果要带领我去哪里 我就愿意去 好的 那你有没有去过其他国家的经历呢 是的 我之前去过欧洲 然后在那里也感受到了不同的文化 而且我去那里也了解了更多 他们对基督教的看法 尤其是天主教的看法 还有新教 就是他们对福音的认识 对 然后我的妻子也去过 他可能会分享更多的吧 好的 那请伊丽莎伯你来分享一下 我第一次发现我做宣教士的呼召 是当时我离开这个国家 那个时候我刚刚 就是高中 刚新竹一年 然后我去了一个短宣 去到威地马拉 然后我去到这个地方之后 我就发现 我非常爱这个文化 也爱当地的人 我也很享受与同工在那边的服饰 我对此也很有热忱 所以我就在探索 说怎样才是上帝的呼召 后来我跟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次交谈 他也在这个短宣团队当中 他说他并不是在海外得到这样的呼召 而是在美国的时候就领袖到上帝的呼召 所以这也让我重新确定我自己的呼召 因为有人会说你参加短宣会改变你的生命 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 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呼召只是一个感受 我还是想要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呼召 什么是感受 跟他谈话之后我才意识到 原来我们虽然同时在这样一个短宣团队里面 可是我们有不同的呼召 后来我就意识到上帝让我宣教的呼召 当时有两个机会 一个是去哥斯达利加 还有一个是多米尼加共和国 接下来的三月份我就去了 后来我也从来没有质疑过我宣教的呼召 那这就是我的经历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 其实我们也会为你来祷告 因为这个宣教是一个很长的旅程 我之前也分享过我自己宣教的呼召 我第一次领受宣教呼召的时候 是我大概16岁的时候 但是花了很久 大概20年 我才真正的去到宣教的河场 但是上帝实信使得 他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 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很快地看一下 关于呼召的错误理解 呼召是一个激烈的转变 对我来说我自己很清楚 呼召对我是改变了我的生命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 很多人他们的呼召是渐进的 慢慢地分别出来 第二个错误的理解是 马其顿的意象才是真正的呼召 但问题是并不是保罗透过了马其顿的呼召 才成为宣教士 他那个时候已经成为宣教士了 他已经在很多地方传道旅行 所以马其顿的意象并不是宣教的呼召 更多是帮助他转变施工的方向 第三个错误的理解是 宣教的呼召一定是要有很丰富的经验 当然上帝很多时候使用你的经验 感谢主 但并不总是这样 还有是如果你没有呼召 就不可能成为成功的宣教士 我们并不是要寻求一个超自然的呼召 很多人他们的呼召是非常平淡的 他就是有这样一个感动 我就想做这件事情 他们仍然可以去宣教 成为成功的宣教士 还有一个错误的观点是 呼召是一项测试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只有呼召进入到合场当中 这是完全不够的 只有呼召是不够的 宣教的呼召只会给那些有恩赐的人 我感谢主这一条不是真的 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成为宣教士 很多时候上帝会有预备的 如果他呼召你来服侍 那么他一定会为你预备 不仅是财务和机遇 还有恩赐 也许这一些你刚开始没有 但是上帝呼召你就一定会为你供应 上帝也可能借着别人来供应你 呼召与宣教没有关系 那这一点肯定也是错的 呼召只与上帝和那个被呼召的人相关 这也不对 因为很多人会参与到呼召当中 尤其是你们的当地教会 如果我们看新约的话 你可以发现那些第二类别的使徒 他们都是被教会呼召 被教会差派 接下来谈一下对呼召的正确理解 首先对救恩的呼召是首位的 首先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才能做宣教士 所以应该首先明确你是耶稣基督门徒的这个呼召 首先要确认你是在基督里的 然后你要看的呼召是做门徒的呼召 这点很重要 尤其是当我们以施工为导向 或者以成功为导向的时候 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更期待我们自己的成长 超过我们的施工 我们的圣洁很重要 我们做主的门徒非常的重要 这些都是优先于宣教的 接下来才是全职服事的呼召 我想大家来神学院很多时候有这样的呼召 当然上帝有不同的方式来呼召你服事 接下来就是对某一个特别施工的呼召 那么你怎么到达这一点呢 接下来给大家几个标准 那这些也不是书里面读出来的 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是我自己学到的反思 那么有几点 第一你要寻求神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寻求神的话 想要得到以后的方向 当然有些时候上帝会给你指引 但是透过我们每日的读经 祷告和神建立关系 我们的目的并不只是寻求一个特别的方向 而是寻求真正的智慧 并不仅是合乎圣经的方向 而是合乎圣经的观点 有属神的智慧来决定这些事情 接下来一点当然是祷告 我们祷告寻求上帝的带领 并且来分辨未来的方向 不仅为自己祷告 也为别人祷告 很多人后来做了教会的领袖 那么有人就来问你 关于护照的事情 你就可以告诉他们如何分辨护照 并且为他们祷告 而且是为所有的宣教士 也为一个特定的国家 特定的族群来祷告 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对这些人火热的心 接下来一点就是咨询别人 还有咨询教会 你需要周围的人给你一些的洞见 很多时候你自己看不清楚 这时候就需要别人给予建议 接下来一点是聆听你内心的渴望 很多时候基督徒有一个想法 说我们要为主受苦 所以去宣教就是最受苦的地方 但是上帝给了我们内心的渴望 这也是属于呼召的一个部分 我们去到一个没有任何人愿意去的地方 是因为我们内心的渴望 聆听你内心的渴望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是考察你的恩赐和兴趣 假如你是一个教会的带领 然后有人来咨询你说他想要去宣教 你就要看他的生活 看他的恩赐 看他有什么样的兴趣 这只是他一时冲动呢 还是说在他的生命当中可以展现出来 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要去做跨文化的宣教 那么就要看看你现在的生活 有没有参与到跨文化的施工当中 你有多少不同文化当中的朋友呢 你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些族群当中呢 这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分辨呼召的一个办法 接下来一点是寻求机遇 很多时候上帝会给你打开机会的门 还有一点是积攒宣教的经验 比如说短宣 当然我们知道短宣有很多负面的因素 我们后面会去详细谈论 但至少有一点正面的就是短宣可以帮助人们 长期的宣教 透过短宣不仅可以分辨呼召 而且可以更新一个人的呼召 而且短宣之后会给你更多的经验 让你判断是不是适合宣教 接下来一点是在海外在本地都做同样的事 我们当日的世界你并不需要去到世界的地级传福音 世界的地级就在我们周围 也许你想服侍某个国家的某个族群 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就是你们的邻居 所以现在就去做外展的施工 现在就去宣教 去计算代价 无论是来自家庭的还是经济上的 实际上宣教要付很大的代价 当然也有很多的奖赏 所以我们不要太过于天真 计算代价也是宣教呼召的一个部分 很多时候的确宣教是会让你受伤 但是这是从上帝而来的呼召是值得的 由于时间的问题 我们很快地把这些过了一遍 大家没有什么问题 希望我给你提供的这些实践的经历 让你自己分辨呼召 也可以帮助别人分辨 要了解更多 你也可以去读Mereau的书 在九章十章十一章 我们致力于服务当代基督徒群体 提供丰富的基督徒装备和布导资源 浏览TV Seminary的线上资源 请访问TV Seminary.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